行动还是比较快 昨天过来以后说做这个无塑栽培 然后把这个黄瓜全部拔掉 你看今天过来以后 这个黄瓜已经全部拔秧了 拔秧以后我们马上过来要进行施工了 实际上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你好比他这以前的这个种植笼啊是不需要动 把这个黄瓜秧子全部清理完以后 然后 你好比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做这个水培的 做水培的 那么这个笼不用动以后呢 把整平整平做好坡降 做好坡降以后 我就把我们那个种植槽 直接往上放了行了 所以这个施工很快基本上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这边这边会做成这个机制栽培 这边这边做成机制栽培的 机制栽培的同样也是不需要去 这个再重新把这个地相根打平 也是把这些黄瓜全部清理完以后 然后 把这个我们的棕子袋 就是棕子袋子 放到这个笼上面去 就可以了 然后地关袋 一放 几支 一装 所以整个施工就很快 初步计划这个棚 从今天是10月的7号 然后呢 是10月20号 就开始定制番茄了 做一个约东叉的番茄 然后在这个棚地头呢 我们到时候 做一个20方的出水池 然后直接 净湿光盖 做一个简易的供水供肥的一个系统 实际上它这里面有一个 试飞机啊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这里面有一个很简易的就是 肥料的母叶出叶罐 但是它缺点就是什么 你看 它没有搅拌 就你肥料投进去以后 它需要搅拌的 是吧 没有搅拌 还有一个适飞机 比较简易型的适飞机 这个适飞机我就不再用了 因为这种适飞机呢 实际上还不如 我们开发的几十块钱的 那个适飞系统好用